Fanny魔法少女 新的星星光在闪烁 暗夜的精灵飞舞着 这颗美好的星球 怎么能没有光呢 我要勇敢战斗 拥抱花朵 在绚烂舞蹈后变成 第十七集 失而复得的权杖 叔哥 叔哥 月怀根本不在里面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的 思琪 你明明知道她不在里面 刚刚为什么要阻止我们进去 她应该是已经猜到了 你们会来这里 所以 故意叫我来这里拖延时间 那现在她到底在哪 她现在 思琪 你没事吧 我头好疼 思琪 没关系 月华明明不在这儿 为什么要让思琪 来拖延我们时间呢 那还要问 她肯定是怕我们破坏她的仪式 如果要是怕我们破坏她仪式 找个隐蔽的地方 离我们远远的不就好了 除非 除非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 翻译西雅屋 快走 走 走 走小坏 快走 走 sensih 让 difer 不呢 先着守顾 闪药 消防 为了防止别人骚扰她 妖华使用了防御屏障 那如果我们和立功期的话 有可能打破这个防御屏障吗 这可怎么办 我程医师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有办法了 兴致守护 闪耀 街头 妖华 你在干嘛啊 阿树 你看 没想到 你们居然能打到我的合成一世 可惜你们没有赢的机会 玉华 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权杖 快把它还给我 哼 头 我这么做 全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你知道吗 你的天之力 就是你失败最大的原因 为什么 你别断除了 妈 胡老板 你不应该插手女王试炼 你已经违反女王试炼的规则了 日儿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胡老板 先知守护 希望 没降临 马叔 别追了 就 就这么碎了 我总觉得 月华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说不定 他有什么苦衷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傻还是天真 女王 我们已经集齐了所有的新类石 很好 月儿你完成得非常好 这都是大家的功了 谢谢大家陪着月儿完成试炼任务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胡老板 你先带大家去休息 好的 女王 嗯 月儿 你留一下 嗯 你们先走了 月儿 我们等你哦 好 好 那我们走吧 走 女王 不愧是我的接班人 作为长辈 我很欣慰 没有 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奇怪 助理是藩妮王宫 不应该有异常啊 你不用谦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由你成为番尼星系的女王 我很放心 怎么总觉得有一股神秘力量 月儿 月儿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最近太累了 女王 番尼星系近来接链出现 因黑暗种子而引发的大混乱 还请女王下令平乱 一切等明天加冕仪式结束以后再说 届时 我们新一届的女王 自然会有她的办法 不行 我做不到 好 你先出去 是 假面真的是明天吗 刚才你已经听到了 黑色种子已经入侵我们 现在等不了 你也不想让你的朋友们受折磨吧 现在 你只有成为番尼星系的女王 才有能力打败她们 帮助你的朋友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知道了 女王 很好 我现在就为你准备礼服和皇冠 月儿 马叔 你怎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是有什么事吗 明天就是加冕仪式了 我还没准备好 你都完成女王试炼了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参加女王试炼是为了大家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特别是今天早上 见到女王之后 总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一直干扰着我的魔力 神秘的力量 你别开玩笑了吧 这里可是番尼王宫 整个番尼星系 最最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你啊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可能真的是我想太多了 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 拜拜 昕月公主来了 好漂亮啊 漂亮啊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足 而我为了让他们幸福 不惜放弃了我的生命和魔法 但这样的幸福 真的是大家想要的吗 幼稚 只要你得到欲望的满足 用什么样的手段重要呢 现在 我也为你预留好了你的结局 来 月儿 月儿 你没事吧 不是 我们这是 又到王宫外面了 对哦 大家都没事吧 月儿 刚才不怪你 都是光明女王把我们全骗了 胡老板呢 哦 我知道了 胡老板肯定是投靠光明女王了 这个叛徒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王宫变得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了 有吗 我也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感觉有点阴森 ...! 我又到了 了